才到指两个月的看护 竟然偷走雇主将近三百万块钱 云林有这位医生娘报案说 家里面遭小偷了 警方到场发现门窗都没有被破坏 直觉应该是内贼 于是锁定了印尼籍的女看护 没想到还真的从她的行李箱里面 搜出将近三百万的现金跟珠宝 医生娘看到吓一跳说 我家都快被你搬光了 看就看 我强势给你看 你不要再啰嗦了 身穿蓝色外套的外籍看护 手紧握着行李箱手把 怎么样都不打开让警方检查 由于外籍开户的雇主家里招欠 警方上门调查 最后强制将行李箱打开 打开被衣服塞爆的行李箱 警方从衣服里抖出大叠大叠的钞票 有的藏在衣服里 有的用裤子包起来 让警方也傻眼 除了现金还有珠宝首饰 知道偷欠的列行铺勒光 这名女外劳贪坐在地上 对不起 对不起 今年十月才刚到旨的印尼籍看护 除了偷走两百六十八万台币和珠宝 警方还搜出日币八万五千元 人民币五千多元 还有港币一万零九百元 外籍看护会偷走雇主家中值钱财物 只是因为和雇主发生口角 通通没有那个破坏侵入了那个机下人 所以我们这个这个坚决的那个认语 应该是外来的色有重心 警方总共在这名女开户的行李箱中 搜出近三百万元的现金 以及高级珠宝 屋主说他们把这名女开户当自家人 但女开户却趁没人在家 把家里财物都摸走 吓得屋主不敢再请看护了 这里云林综合报道